今天從大陸這邊傳出來的一個消息 就是李克強說昨天突發性的心臟病 全力搶救無效 所以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上海逝世享受68歲 那各國的政要 當然都紛紛的致電來慰問 包括這一位澳洲的前總理洛克文 他就直接講 他說真的是離開的太早了 布林可能也馬上來表達哀悼之意 包括日本的官房長 他們也都在第一時間有強調 說李克強其實在日中關係當中 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等等 好 其實先前講到了李克強 大家上一回對他有印象是什麼時候 其實就在不久前 他才曾經來到敦煌這一邊來旅遊 那個時候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畫面 那個時候看起來精神還蠻好的 然後在跟民眾揮手致意的時候 看起來也挺精神的 所以今天早上這個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驚訝 說到這一位中國前總理李克強 大家都知道他的專業在哪裡 他的專業在經濟 他曾經有說過這麼一件事情 他講了在中國6億中國人月入不到1000人民幣 就是他在2020的兩會記者會上面直接說的 那個時候講出這句話 讓大家其實有正下的感覺 原因是因為 與此同時 習近平正在講的是共同富裕 就覺得這兩件事情是不是其實有一些些的相抵觸 好 再對比到這一回呢 因為心臟病真的來的太突然 突然的事事 再加上最近有看到紛紛的拔官 秦剛以及李尚福等等 所以陰謀論又再一次試起了 第一時間大家看到除了上微博熱搜之外 大家也開始在說他生前的一些談話 是不是真的意有所指 先來聽聽這一段他當年的談話 今天啊 陽光明媚 如露稱風 稱光 人們常說 人在幹 天在看 看來是 蒼天有眼啊 好 他說了 人在幹 天在看 蒼天有眼 基本上呢 一直以來在經濟上面他是守得蠻穩的 而他最後的一個工作報告 當時還記得嗎 有媒體呢 曾經放大來解釋 他在工作報告 談話過程當中的一舉一動 提到說呢 他好像平平的低口看稿 甚至有冒汗 還說呢 有一些卡卡這樣的一個狀況 甚至到最後習近平上節跟他握手的時候 這一幕 大家也都把他放大放慢來做文章 因為當年一度有人認為 他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國家主席接班人 但後來呢 說習李兩個人好像漸行漸遠 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呢 李克強其實是相對的比較親歐美的 那在中國內部確實有一些比較鷹派 有一些比較親歐美 所以兩派之間立場不同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也讓大家開始在思考 是不是他們的政局也有一些變化 而也因為呢 他當年被視為是胡錦濤的嫡系弟子 所以呢 現在大家也在問了 那胡錦濤呢 現在仍在哪裡 在中國內部 確實最近政局有一些些變動 特別是今天李克強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有所討論 但是呢 美中關係則是不受這個影響了 原因是因為王毅現在人已經來到了華盛頓DC 跟布林肯跟蘇利文見面 當時呢 布林肯在歡迎他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了 接下來兩天要有建設性的對話 先來聽聽這段談話 Number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 look forward to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s over the next two days 說 obrief 說明關於中 總會有 這樣大量的雜音 但是 我們 當然出局 因為我們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不是谁割不出 也不是谁上回大 So brief好像 这网友有点惊讶说 讲这么短啊是不是 其实这一回呢重启什么 白宫最想重启的就是 军事沟通了 原因是因为商会10月29号 即将召开在即 好可是呢在这一回 美国国防部虽然有派人来去参加 但是呢不是部长级吧 所以呢他们不是部长去 所以呢这月吴谦他有特别提到了 说主办单位有向多国的防务部门 还有军队通通都有发出邀请 好只是呢是不是真的 美中双方的军方能够正式恢复沟通 现在都还未知 因为这一回王毅去 很多人是认为先为拜习会来进行 最后的讨价还价吗 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中方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宣布 习近平到底要不要去11月的APEC 那王毅这一回去了 当然就是要做最后的确认 美方的态度是什么 中方才能够有所回应 美国政局最近一直在变动 包括他们的众议院议长终于选出来 第四个人选才给他投票投出来 这一回投出的呢基本上 这位议长曾经视中国为头号威胁 因为强身过去在国会里头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强硬的立场 甚至还说将中国视为二战以来从未见过 跟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 也因此对于中方是很阴 这样子的一个阴派角色 未来美中关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呢他曾经讲了 说呢基本上中国为美国头号威胁 但最大优势是还没被讨厌 有人说他是聪明的鹰派 但这个鹰派在正式坐上那个位置当权之后 会不会再一次在美中 甚至是美中台三方关系 有所着手能着力夺身 这是大家要在后续观察的 回过头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李克强今天上午逝世 事发突然很多人其实又吓一跳 对啦 不过就是说他个人有心脏病 这也不是这应该很久的事情了 甚至也有传闻 说他这样子裸退 连家人都用身体当理由 不过李克强当然对经济是有贡献 因为他有一些 事实上目前连中国大陆都还在用 比如说李克强指数 他就认为说有三个指标来测 中国大陆的经济 比GDP还准 第一个就是工业用电的新增量 铁路货运的新增量 还有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新增量 这个国际上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账 可能是虚增 有一些公司会做假账等等 所以他去学经济了 所以就比较就实际来论经济 当然还有包括他还不是曾经推过一阵子地摊经济 那就讲到说疫情那个时间 中国大陆有六亿的人 不是说他收入不到一千吗 对不对 那个时候也引起蛮多共鸣的 他就比较站在庶民的角度看问题 这个当然有人反对 而且他以前有一个主张 事实上后来事后证明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推 比如说大量的城镇化 事实上并没有推 因为这个会有很大的后遗症 就你一大堆人农民进城 那结果你的城市赶不上 那怎么办呢 所以事实上我们简单讲 就是他经济有一些是对的 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可是我不同意刚刚那种简单的分法 说什么他是比较清欧美的 然后其他人不是 中国的经济你如果要这样理解 那你会大错特错 我认为他们真的就是就个别的政策 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你也不能够说 什么李克强是比较倾向雷根的小政府 这个实在是牵托太远了 我觉得西方真的有一些人 就只会用西方的角度 去理解中国的经济 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他当然有一些主张 我觉得事后看有一些是对的 可是2015年股市大崩盘跟你也有关系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具体来看 这样会比较准确 画面曝光说乙军对于加萨进行 最大规模的地面突击 直接看画面 看到了包括步兵还有战车 他们在夜间 其实对加萨直接发动袭击 这说是开战以来 他们进到加萨走廊这里最大规模的入侵 那以色列这边的国防兵就讲了 说他们其实这一回呢 最主要就是对恐怖分子所存在的基础设施 以及呢 他们的阵地来做飞弹发射歼灭 为下一个战斗来做准备 以色列总理内打林雅胡就直接讲了 说呢他们现在他是这样形容的 正向哈马斯请卸地狱之火 他们就是要把哈马斯整个街面 在对地面攻势来做最后准备 甚至还说啦条件只要一合适很快就会发生 但是这个发生是人民堆积起来的 大家都希望和平 只是目前看到在加萨走廊的死亡数字 已经突破7000人了 所以呢巴勒斯坦的外长这边也赶紧呼吁 是不是停止报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既然听到了拜登他的讲话 他说这些都是发动战争的代价 到底原话说什么直接来听 好这一整段谈话 我们完整的播出 同时也要告诉你了 是美国的穆斯林组织 已经直接要求他必须要道歉 好因为我们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加萨走廊 小朋友遇袭之后是瞪大的眼睛 全身都在抖啊 医生护士一抱着他之后 他瞬间大哭 没有人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画面 在自己的眼前上演 医师说他当时问他说你在睡觉吗 他整个就哭出来了 艾尔段呢他就讲了 他看到这些场景 他认为就宛如就是大屠杀 他觉得国际的沉默让人难以接受 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了死亡人数突破了7000人 死亡数字如果真的在地面部队进攻之后 一定会再往上走的 所以阿拉伯也多个多家已经都站出来了 针对于这些平民攻击不分你我的攻击 直接来予以要求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必须呢要停止 同时呢包括这一位一直以来跟这个事件非常关注的马来西亚 这位大马前首相他就特别提到了 他说呢这个叫做道德底线 为什么以色列一点都不怕 因为背后有美国在给他撑腰 美军呢现在是已经发动了两次的空袭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自己在中东这边的一些美军基地说有受到袭击 所以呢他们说这一些都是伊朗在带头攻击的 也因此他们准确的袭击是为了回应他们对我们的攻击 甚至还说了这些都不可接受必须要停止 五角大厦讲法是这几天来 美军基地所遭受到的袭击已经多达16次了 他们再一次的向伊朗发出警告 至于在以色列这边呢 他们有人质的家属呢则是直接的讲说 希望能够赶紧把自己的家人给救出来 拜登则是直接跟伊朗来发出警告 说不要以美国在中东的人员为目标 双方之间其实两起世界并时的再往前发展 伊朗呢是已经跟以色列讲了啦 说如果再继续攻击的话 美国也会被卷入哦 原因是因为你看到美军现在整个动起来 艾森豪号的航母呢 他们整个打击群已经前往了波湾这里了 在东波湾这边呢持续的在驻守 同时他们中东的军队也开始扩援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美军部队呢 现在说大概是有900个人 直接都扩充到中东这里的基地 还包含了防空系统的操作员 而他们整个动员的时程呢 也从原本可能是两三天的时间 必须要直接往前缩短到48小时 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都是在做备战等等的准备 把所有的警戒开到最大 而俄罗斯这边则说了 说其实他们现在看到美国呢 在中东这里部署更多的导弹防御 还有防空等等系统 其实你把这里部署更多的武力 部署更多的人力 只会造成更紧张的趋势 怎么样才能缓而紧张 怎么样才能让死伤人数往下走 请教亮哥 因为现在画面曝光 以军已经开始进去了 对可是以色列 就以色列的报纸 这个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Post 他今天登了一个民调 说有49%的人 希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要暂停 那主张就直接再继续往前走的不到20% 我觉得坦白讲 我们现在不要把以色列 把它等于纳坦雅胡 我觉得美国早晚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 纳坦雅胡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策 就等于以色列吗 那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思维就等于美国的犹太人的思维吗 恐怕这几个等号都不太准确了 比如说那天冲进去美国国会的300多个人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是 纽约的犹太裔实际上大部分是左翼 那以色列内部也有左翼还有复国主义 那纳坦雅胡就是复国主义这一派最强硬的人 那他这样做 美国难道要一直被他拖下水吗 我不认为了 所以我认为他快要撞墙了 你看连以色列内部的民调都这样 就是说你执意 没有错他现在派了装甲车 还有推土机 已经进去加煞 那他可能就要先把地面建物 整个推倒 然后步兵才会开始这样进去 那减少巷战的规模 因为如果有建物屏蔽 巷战死伤就会比较惨烈 所以他的策略可能就说 我先把建物推翻 可是问题是 你建物要推翻 你可能要坦克 要射击或者用空袭 那就会死很多平民 你以色列死不到2000人 然后加煞已经死了超过7000人 这样还叫自卫权吗 国际上会问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卫权 可是请问自卫权的比例原则是什么 极限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面对这些问题 他会越来越尴尬 所以你也看到拜登 拜登已经开始抛出一些 就是说我也主张两国方案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在打纳坦雅胡 不是在打以色列 因为纳坦雅胡就是反对两国方案 这大家都知道 那哈马斯也反对两国方案 事实上拜登是比较倾向支持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然后反对哈马斯 然后也认为以色列你自己要节制 那你报复的也差不多了吧 那是不是回归正道 就是说人道救援要开始让他进来 然后你地面作战就算了吧 那国际可以协助你去逮捕一些首脑 可是谁主导这次哈马斯的突袭 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终究还是要提出一个两国的方案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啦 因为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以色列 他也讲了类似的说法 也不知道在路面开战10小时后最新发展是什么 说实话 现在最新发展的讯息很难传出来 几乎讯息网路通通都不通的嘛 只有少数媒体如果经过官方或一些管道 才有可能少数的讯息出来 这个尾巴冲突呢 纳坦雅胡宣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一喊出来立刻他说 以色列军兵已经遍布袈裟走廊 那这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他们要摧毁地上跟地下的所有敌人 地面部队行动扩大 那么白宫说美国不会帮以色列划红线 什么意思 就是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啦 他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所以不会划红线 限制他们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 那美国媒体的报导CNN说 以色列呢 从礼拜六上午就开始陆续轰炸 加萨走廊相关的地区 每分钟都能够听到好几次的爆炸声 甚至青年记者目睹 远在一公里以外都能够感受到的震动 那么现在加萨走廊死亡人数已经破多少人 八千人 当初造成他一千多人的死伤 那么现在死亡人数八千人发生在加萨 有没有人道问题 而以色列就才进入第二阶段 他还有第三阶段的战争计划 联合国会震惊是因为他是前所未有的升级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 以色列第一阶段空袭地面进攻 只是破坏出基础设施 第二阶段是把动物重点都打击 集中到消除零星的抵抗的战斗 那么之后第三阶段会加萨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制度 全面掌控的概念 就是全面进入的意思 所以当地死亡人数超过八千人之后 现在光是约旦这个西岸的位置 也有造成了当地110人的死亡 那这个死亡数恐怕还有很多不在统计数字当中 有些恐怕不是战争恐怕就是资源物资不足而造成的死亡 那么埃及一位名嘴在节目上公开的呛爆了以色列 他说他是ISIS恐怖分子 33分钟唇枪蛇在他网路上疯传 因为是版权的关系没有办法秀给大家 但他讲的是思维是什么呢 这就是恐怖组织思维 他认为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 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死了110人这个位置 根本没有控制权 结果以色列居然那边杀死了37名巴勒斯坦儿童 那里没有音乐节 没有华翔翼 也没有哈马斯啊 这个影片在网路上收看已经到了1988万人次 大家都担心 接下来到底加萨走廊的人民 平民老百姓还要面对什么命运 那当然我刚刚讲资讯完全不畅同 那就是因为以色列 马斯克虽然已经承诺要用星链计划 把卫星借给加萨这里的国际救援组织去协助 让他们可以做网路服务去做一些紧急的人道救援 结果以色列通讯院部长加以博士非常反制 他说要反制到底哈马斯会利用星链进行空步活动 那可是他们想的是什么 是因为现在连救护车都不知道去哪里救人 完全通讯是中断 网路是中断的 所以只能在地上形容是 北部这里只能听到爆炸声 知道哪里炸毁了之后 救护车就忙忙的就先往前面去救 有爆炸地方去救人 根本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有资讯 甚至NGO人权观察组织也说 他们也联络不上在加萨的同事 完全资讯是中断的 那所以更难取得在当地巴斯坦平民 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他们的处境是什么 还有哪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战争罪的罪行在当中的证据 所以讯息完全不通 这是个关键 那透过一个卫星照片对比就可以知道 加萨挨轰三周之后被轰 形容是沦为人间恋狱这个比对图 先前本来还有一些房屋啦繁荣的景象 现在三周轰炸下来 根本就是几乎快要移为平地的 这个惨烈的人间恋狱 从卫星比对图就可以知道 所以现在美国对于这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除了联合国上面说 不帮他画红线筹否决票之外 美军跟伊朗之间被形容是越来越上火 怎么说祝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美军被攻击 所以拜登要采取下一步行动 行动是什么 物件还要公布 10月27号空袭了伊朗在叙利亚的两座弹药库 狸克派出了军机去轰炸 这是美方精心策划的行动 目前要跟伊朗传达讯息 如果你继续攻击美军 或者是介入整个战事的话 可能会导致双方冲突升温 退一步就可以降低敌意 拜登说美军空袭叙利亚具有法律正当性 是对美军遭到一系列袭击的合法回应 一如他现在挺以色列一样 所以现在又会卷入中东冲突的 美军又空袭叙利亚 跟哈马斯率团去访俄罗斯 所以克里姆尼公发言人说话了 他说俄方没有意愿想要卷入 但是美方的做法很糟糕 反而会加剧地区紧张 伊朗外长说 如果以军不停止进攻加杀的话 美国无法幸免于这场大火 而马斯克则是在他的社群平站上 自己发了一篇文 他说伊朗真的很想打仗 你看看他们把国家放得 离美军基地有多近 其实是反讽 一直就说 美军基地满满的不满在伊朗的旁边 是不是双方也是一触即发呢 亮哥怎么看现在以巴冲突 最新发展 这个我这边有个统计啊 到10月28号 那个巴勒斯坦已经死了7703人 那里面有3595人是儿童 那受伤的人有19734啊 那受伤的也有6360人是儿童 所以这个还没有 地面部队还没有进去的情况 我可以跟大家类比一个简单的状况 美军去打伊拉克啊 那那个萨丹夫圣后来不是被抓到 可是伊拉克就陷入分崩离析嘛 那很多反抗军就开始反抗 那美国为了要搞定那些 就在很多地方打了巷战 那结果后来伊拉克整个死亡的批命 是20万人 所以我跟你讲啊 只要巷战一开打啊 那死亡跟伤 受伤的人一定会 叛生 迅速叛生啊 所以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啦 不过你看以色列的打法啊 他目前大概就是装甲车辆 他现在空袭嘛 那空袭就是 会引起当地的一些火力的反制啊 我觉得他就在侦测 侦测哪些地方可能有哈马斯啊 我觉得他已经标定位置了啦 所以为什么会拖了将近 三个礼拜啊 那直到现在地面部队才开始进去啊 因为他已经标定位置 然后他就要进去那些标定位置 就是用坦克 然后用推土机把它整个打平啊 然后就是他认为那些地方都有地道出口 那地道出口他到底要怎么处理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听说有带 快干水泥啊 可能要把他封掉啊 然后也有人说美国提供了神经毒剂啊 就是可以让这个他弄到地道里面去嘛 你会昏迷6到12个小时啊 所以他可能还想救人池啦 所以他必须要用神经毒剂让你瘫痪6到12个小时啊 可是现在都还不知道啦 因为现在只要地形地物 有利于哈马斯做巷战 我认为必然发生 所以美国事实上已经派了一个 伊拉克战争从事巷战很有经验的一些将领 去以色列做协助啊 那他就直接讲 他认为以色列会碰到几百次的巷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人口实在太密集了 虽然说地方很小啦 可是他太密集了 而且目前的估计 110万人留在现场的可能还有30万人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连带的死伤一定会非常严重 那现在国际当然 坦白说了 他为什么本来马斯克要去 以色列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 因为即将进入地面战争 那种伤亡 你如果不断的上网 传出去 那以色列怎么办啊 他要硬干吗 那硬干美国怎么办啊 美国会越来越尴尬了 可是以色列当然 因为进入战争逻辑了 那个蔡伟源讲的没有错啦 进入战争逻辑就是要胜利嘛 只有输赢了 只有输赢嘛 可是美国会很尴尬 所以我他才会紧张这个部分 可是目前好像网路又恢复了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看未来啦 就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网路上出现非常多的 一些残酷的讯息 美关系 当然王毅去拜访美国 现在还没有太多官方正式的回应 就是说到底有哪些结论 具体的做法 但是在媒体上有很多来自于各方的消息 其中11月拜习会是不是真的正面发展 越来越确定了呢 王毅回答是说 通往旧金山不会失忆马平川 马平川是什么 就是不会像马可以驰骋的平原一样的 那么顺利 当然是有困难跟险阻 那么双方认为保持对话是必要的 所以接下来对话的过程 我们看到好多好长的时间 各自的会谈 其中过去这个布林肯到大陆去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一个很大的会场 距离有点远 那王毅对等的概念到了美国也一样 距离是有一定的长桌跟各种的原则 而访美有三大细节被媒体观察说 共同的关键词叫做旧金山 代表接下来的重点都是在谈到底拜席会 在旧金山要不要在长边会见面 其中王毅访问的三个人里头 只有跟拜登见面有翻译机 另外两场都是同步翻译的所谓的耳传耳机 口传耳机可以尽快的沟通 不会浪费时间 所以近期美中保持交往跟互动 这是布林肯说的 同时希望中方加强沟通筹备好美中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 显示接下来双方的高层交往或者是拜席会都越来越有机会 昨天我们就算过了 王毅跟布林肯谈了七小时 跟苏利文谈了两小时 跟拜登谈了一小时 但是明确的消息仍然是有待双方的证实 在APEC的场边会议还没有证实的松口 那么是不是有传出来说 像布林肯提五个中美关系 有五个必须啊 例如这个当然都是看起来蛮对账的 这个口号式的关系 元首共识 中美双边关系要保持沟通管道 还有一个重点是互利合作管控分歧 那外交圈盛传日媒体报道的一个像八卦一样 是不是真的这样 还是有待证实 说王毅访美的时候带了一个本子 记载着如果习近平去出席APEC的话 美国必须要以什么样的规格接待 见谁怎么安排座位跟谁握手 甚至连拜登的表情都要管 是真的吗 这也管太多了 但总之这是一个传闻的说法 总之一定要确保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是在一个善意跟对习近平有利的方向 来促成见面嘛 所以王毅访华府的任务非常的明确 同时美国也在这个时候 放宽了两国的航班限制 过去每周48班增加到70班 持续有更多的沟通顺畅吗 而到前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说 要拆城中的墙容易 拆心中的墙难 现在有形的墙好像在努力拆除 无形的墙更坚固了吗 显示这双方要谈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而拜登的盟友们来观察大家的动向 包括了澳洲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正在访问美国 那么前几天访问美国之后 拜登告诉他呀 艾亚澳洲不能完全信任北京 那艾班尼斯在回答他说 澳中解冻是为了维持主权权益 11月份他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 他说我不是在传递美国的讯息 我不是美国的传生童 那么中日关系呢 日本的部分因为水产被禁嘛 全面冲击到他的水产输出 9月份对大陆的出口额已经年减 99%耶 几乎全部挂掉了啊 那但是呢 在这一次李克强前总理 这个突然失事的消息的时候 岸田文雄特别去制吊研 也希望接下来双方可以往更正面的方向来发展嘛 亮哥怎么看美中现在接下来的交手 我觉得这个美国之音写说 迟迟不敲定北京到底要什么 这个蛮奇怪的 因为北京要的非常清楚啊 回到巴黎岛共事啊 我讲得那么明 美国还听不懂啊 巴黎岛共事就是那五个啊 说你不能够打新冷战啊 不能支持台湾独立啊 不是有五点啊 知道美国都是倒着做 所以为什么会是说 是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就是这个原因嘛 就是他们觉得美国都是言行不一嘛 那事实上就是从巴黎岛共事 衍生出来的嘛 他就觉得拜登 因为巴黎岛共事之后 新华社立刻发了新闻稿啊 那美国并没有否定啊 就是中国大陆整理出那几点啊 那你都没有否认啊 可是后来大家就看着美国都 每一点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做 所以才使得双方完全缺乏信任嘛 即使是这一次也一样啊 比如说王毅明明就要来 那美国在这之前还特别宣布了 人工智能晶片管制出口 对不对 还包括云交易暂停啊 那你这个可以明年一月再宣布啊 为什么要现在宣布 所以不是逼得中国大陆反制 始末出口吗 那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为什么具体的经济就不会出来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比如说我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玉米都跑去巴西买嘛 那你美国我为什么要卖你的玉米 我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是科技在 而且王毅还讲得很白啊 他说希望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可以减少 他讲得那么白耶 结果VOA 我是很意外是美国之音写这种标题啦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改善 我是非常悲观 就是这个大概都只有行礼如遗上的示好啦 可是具体的东西啊 比如说你看中国大陆到现在 连军方的沟通管道要不要恢复 还没有谈定 他也不回答 那这种议题怎么可能习近平来谈呢 这种议题一定是王毅这个成绩就应该可以谈啊 对不对 那何立峰也没去美国啊 所以经济议题只停留在经济工作小组 那个只有副部级的大家谈一谈啊 那你说那个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层次 很有限啊 反倒是习近平接见那个加州州长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具体 因为加州州长要的议题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在气候议题合作啊 在绿能议题合作啊 就可以有经济的合作了 习近平就立刻说yes 他就立刻回应啊 说yes啊 然后还说中美的关系 最重要是在民间啊 是州啊 我觉得这个言有所议 悬外之音就是 我们跟你那个联邦政府打交道不通啊 那拜登政府没有信用啊 那Newson你这个人 也许我们可以交往一下 那Newson在代表加州啊 加州也是经济体全世界排第四啊 那加州也是跟那个中国关系 最深的一个州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都有一些悬外之音啊 就是说你联邦政府就是搞成这样 那我就从州政府来吧 那其他议题还是停汉厅啊 就是因为太多的经验 告诉中国大陆 这讲话不一定算数的啦 以色列跟加萨的危机 应该有一条 这可以通往和平之路 包含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可以变成各自独立的国家 而且让以色列顺利融入阿拉伯邻国当中 这不就是中国大陆原本讲出来的吗 那时候王毅这个也有提到这个 就是用两国论来回应 以巴冲突 舒默很不买仗说哎呦很失望 那时候还指责说 这个当着习近平的面说 你中方怎么没有去指责去谴责 这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去谴责巴勒斯坦嘛 那时候都有很多的新闻 那我们看看 当时王毅就讲说 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冲突唯一的办法 那舒默他本身也是民主党的 我强烈要求您跟这个中国民众 能和以色列人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 半个月前半个月后 怎么又回到了原点 然后美国也是 还不是要回来讲这个两国论吗 那我们看看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讲到 这个以色列同意 美国要求战缓禁军加萨 美国的官员指出 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 科威特约旦还有沙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部队 正在紧急部署 总共10套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 那现在目前美国已经说服了 以色列暂停进攻加萨 至少等到这些飞弹防御系统都就绪 那这个系统最快会在 本周稍晚可以完成部署 这缓兵之计啦 应该是这样说 那我们看以色列现在大军 按兵不动 有一个消息出来 说他现在已经集结了数十万的地面部队 但是说这个倒数24小时 到现在已经两周时间过去 都还是没有动作 金融时报揭露出来 他说主要是因为他 那时候是气头上 他就说要进去加萨 然后可是呢 美国就问他说 那你的善后计划是什么呢 结果呢 以色列还没有想到说 他要怎么样善后 他说那你不是就进得去 可能出不来啊 所以美国对于以色列缺乏计划 感到抓狂哦 这才是他们按兵不动的原因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只是想着可能 赶快就是回击 可是美国问他说 你后续方案是什么 以色列可能还没有想到 那么远以后的事情 所以美国才帮以色列踩了煞车 那我们看看 现在美国还要制定中东的 大规模疏散计划 因为他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一些 军事据点 最近都遭到了一些袭击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计划 要从中东这边来陆续撤缘 那现在美国的停火方案 感觉上面好像跟其他国家主张的 比方说像俄罗斯啊 或是中国大陆主张的停火方案 还是有一些些不同 英国澳洲哦 跟美国都是呼吁暂时停火 然后让人道的这些物资哦 进入加萨 可是你看布林肯讲说 如果完全停火的话 只会让哈马斯得利哦 那中国大陆这一边 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军讲的是 美国的提案 有点混淆 基本是非哦 不用明确的语言来呼吁立即停火 也就是说 停火只是一个战时 而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希望 赶快就是 赶快回到这个两国方案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来看看 美国其实对于一些中东的媒体 也有一些干涉吗 那因为他们布林肯 有要求卡达降低半岛电视台 涉及尾巴冲突报导的音量 因为说含有太多这个反以色列的内容 那消息人士讲说 这布林肯会见美国犹太社区的领导说 他本月稍早时候要求卡达应该要做出一些相关的限制 因为他说这些报导充满反对以色列的煽动性内容 然后后来布林肯 好像这个布林肯方面也有在补充说 指的是阿拉伯语的频道 而不是大家一般看到的 就是英语版的这个半岛电视台 但总之他们就觉得说 应该要降低这些相关站在以色列对立面的一些报导 但是另一个画面让大家也觉得有点紧张 就是在叙利亚的某个地方 有他们所谓的抵抗轴心正在举行峰会 包含了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袖 还有哈马斯的这个创始人 以及真主党的领导人 他们坐下来在这个地方 三人还联合声明说 在这个关键时期 必须要有其他的行动 才能够制止加萨和西岸 被这些人民被压迫 以及残酷的攻击 还扬言会取得胜利 所以哈马斯的这些战士 有另外一个消息说 这是华尔街日报讲 是不是之前有在伊朗先受过一些训练 这是知情人士的一个爆料 他说有看到500名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的战士 就是哈马斯 是不是在攻击突袭以色列之前 有受到一些战斗训练 但是美国的官员是反驳 他说的确伊朗常常训练一些激进分子 但是没有看到在以色列被攻击之前 哈马斯有进行大规模训练的一些迹象 那伊朗的防长提到 敌人如果犯了任何错误 他们将会有力的回击 比方说入侵或是侵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这个他们一定会做一些强力的回击 那土耳其的这个总统 埃尔多安他也跳出来讲了一句 现在目前为止被外媒定调说是最重的话 他定调说哈马斯是解放组织 而并非恐怖组织 他说他们是要保护他们领土和人民的安全的解放组织 他说以色列对于加萨的行径 才是史上最血腥恶心野蛮的攻击 所以他算是目前为止讲的 就是被外媒定调说 最站在哈马斯跟加萨立场的一番言论 那所以现在加萨民众 因为接受了两个多星期 快20天的这样的轰炸 他们就现在有些人的心情转为悲愤 就说就让哈马斯继续战斗吧 哈马斯也许才能够保护他们 也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还有一些哈马斯特工 他们说这两年来都是靠着传统的电话来策划攻击 避免被以色列的监听 所以才有这次发动的突袭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我觉得其实这两天讲话最正义之阶的 是两个人 一个是巴基的总统鲁拉 爱因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鲁拉最近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因为在上个礼拜 他有提案巴西提案 谴责哈马斯 释放人职 这是美国跟以色列要的 停火运送人道物资 连法国日本都赞成 中国也赞成 美国一票把它给否决掉 所以鲁拉说 现在不是说谁对谁错 现在也不是战争 因为现在是种族屠杀 而在里面 你明知道你的轰炸 会造成就是绝大部分 平民百姓的死亡 现在到昨天为止 整个死亡的人数 在加大地区 六千五百四十六人 各位 光是昨天一天就死亡 七百五十五人 我每天来看这个数字的增加 那鲁拉说 这里面至少两千个是儿童 当你明知道你炸弹丢进去 你炸的就是平民 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 不成比例 这已经不是自卫权 这已经是种族灭绝 然后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说了 他说 其实这个哈马斯的袭击 不能成为集体惩罚 巴勒斯坦人的正当理由 而哈马斯的袭击 甚至是事出有因 因为在加萨地区 从1967年 以色列从埃及那边夺回占领 然后呢 到2005年 让他整个变成加萨 然后把他光起来 变成世界最大的监狱 这56年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巴勒斯坦人 已经冷受了56年 令人窒息的占领 所以 土耳其的总统二段才会说 他们是抵抗组织 他们是解放组织 但这个当然不是在说 他们在10月7号的 那个攻击是对的 但是你不可以拿这个理由 来去说这是自卫权 美国还把六个国家 西方六个国家 还好日本没有参加 他会知道 这六个国家是跟着美国 这六个国家里面 犹太人影响力很大 尤其在美国英国 然后说 我们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最后带个小尾巴 希望减少平民的伤亡 所以昨天 当俄罗斯又再次提案的时候 美国又把他拒绝掉 说我们要暂停 什么叫暂停 暂停 东西送进去 你继续打死人 那当然中国俄罗斯说 这个完全不能接受 这等于是 这个背书 你的攻击 那这一次呢 其实习近平也有见到 这一位加州州长 纽森 那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因为其实他也有一些呼声 就是因为他民主党 所以也有人说 是不是下一任 不要是拜登 由纽森来选 这一个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也是有一些 在美国政坛上 有这样子的声音 那其实习近平跟他碰面 也算是对比起来 跟上次的布林肯 或者是跟舒默比起来 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看 他这一次其实跟纽森 也是蛮亲近的 那可是以前 跟这个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是大桌子这样坐着 然后布林肯在这边 好像在听这个习近平 讲话一般 那跟舒默见面的时候 是坐在这个对面 感觉上面也是挺疏远 可是呢 见比尔盖茨的时候 是小桌子避临而坐 那见习近平的时候 甚至 不是见季星级的时候 甚至习近平还去 参扶着他 一个老朋友 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纽森在10月25号 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是 铺上了红地台 其他的高层领导人 也是非常热情的欢迎 他是从2017年以来 首位跟习近平会面的 美国州长 所以是不是代表着 中方也是希望 有没有可能 他会变成下一位的 美国总统 所以现在先建立起 更良好的一个关系 那加州州长 其实影响力是很大的 你看看 这一位纽森 民主党籍 还是裴洛西的远房侄子 他是在2023年的10月 接受民主党内的委派 参与2024 这个总统大选 要来挑战拜登 所以 的确是有他的机会存在 不过另外一位 也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的人 阿诺史瓦辛格 大家有看这个好莱坞电影的话 对他不陌生 他之前也是担任加州州长 他现在也是在讲说 他也有意要出来选 他讲了一番话 让我觉得很猝逼 他讲什么呢 他说美国需要年轻的心血 这一次呢 总统参选人的年纪都太老了 拜登80岁 川普77岁 他说我希望美国会有一些 真正的年轻心血 我若参与的话 将会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 但是他76岁 就是好像没有差很多 他怎么跟川普也才差一岁而已 我是看不出来这一岁 能够年轻到哪里去 没有不敬的意思 我只是疑惑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中美企业 现在在美国来签订 大概10余份的 农产品的贸易合约 他这个代表团在23号的时候 在美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 价值数十亿元 包含像大豆农产品为主的一些合作备忘录 谢峰有讲到说 下一阶段中美还有一系列的高层交往 希望中美可以不要再对抗了 相向而行 要有这个破茧成蝶的战略勇气 需要有这个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希望中美能够春暖花开 不要再对抗了 对世界都好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议员 是不是美国一方面 就两手策略 一方面在打压 一方面又在改善关系 美国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又跳出来说 山东跟辽宁两个省的海鲜进口 什么有侵犯人权的疑虑 希望能够禁止这些加工的海鲜 进入美国市场 还有呢 灰达的晶片 本来美国商务部说 禁止灰达就是 为中国大陆做的特规的晶片 是11月16号才限制 结果回答 黄仁迅就讲说 已经收到了 早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提前生效 季辛吉现在就非常忧心 就是说希望当然是可以相向而行 他说如果中美不合的话 对于世界来说 是一个毁灭的消息 我们来听听 好 首先请教杨老师 王毅现在应该人在华盛顿 那要见就是苏利文布林肯 不知道拜登会不会见他了 现在很清楚 大概习拜会在 旧金山的A派高峰会 11月18号会举行 那我们就要看习拜会 除了谈中美关系 台湾议题 还有就是 现在正在中东 大家关注的尾巴的问题 当然都会成为主要 这两个大国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 要讨论的议题 大家也都在关注 不过我觉得是 你要看的是 这次是王毅去 而谁没有去 也就在习拜会之前 本来以为何立峰也会去 或者是比王毅更早去 因为中美之间 一直都是有贸易战 科技战 对不对 关税 然后科技的管制 有许多这方面的 何立峰主管的议题 也许彼此之间 能够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 这种默契 然后建立 怎么样的一个小组 那何立峰去了之后呢 让这两位 这个领导人 能够再更进步的 往前走 现在看起来没有了 第一个何立峰不去了 所以呢 王毅在政治外交层面 中美之间 要去建立互动 我们都不要讲互信 互动 一个高层互动 的这种惯性跟护栏 但是呢 经贸科技的层面 我觉得这已经 结构很清楚 彼此的竞争 甚至对抗 你看10月17号 美国还是进这个AI 我们这边提到 23号 他就提早对辉达 下令不可以再卖 AI的晶片 A800 H800 给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商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何立峰没有去 已经没有办法 谈到这个东西 很清楚代表 中美之间 还是一个美国 可能是最关注的 甚至比俄罗斯 比以色列 这个巴斯坦问题 更关注的 美国跟中国的 这个两大的这个竞争 而他的竞争关系 其实没有改变 那只不过是 双方的这个习拜会 建立一个互联 所以我们对习拜会 可能要从一个 不同的这个角度 纽森 纽森 他是做过 旧金山市长 他做过加州的副州长 他做过加州的州长 2019年到现在 那学历不是很显赫 但人长得很帅 OK 然后呢 也都是在加州 所以他不是东岸的 政治精英 甚至不是东岸的 这些精英的学校出身 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上 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 在就是说 民主党 他看起来非常自由派 56岁 所以也不是年纪很大 也算年纪轻的 那他在很多的议题上 是相当自由派 那最被批判的 就是加州 这一阵子 非常严重的零购物 还有呢 那个街友 Homeless的问题 都是在他 从副州长到州长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是 加州的议会通过 可是呢 他这个议题 当然要带到美国 碰到那些保守派 碰到中西部的时候呢 大家会非常的质疑 你要把美国带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 当然再代表 可能是新美国 我们不知道 也许当下一任 不知道24年 我觉得他是没机会了 但如果24年 不管是川普 还是拜登 这两位 你都能想象 他们会把美国 带往哪里去 对不对 尤其拜登身体的健康 的问题 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 他就是跟 佛洛伊达州 共和党的德桑提斯 现在美国 大概都看好 下一组 这个相互竞争的 这个人马 可是呢 牛省的确确 会不会走出一个新美国的道路 那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呢 所以大家才会关注 他整个过程当中 去了好多地方 最后跟习近平见面